我今天跟玄玄聊的时候 我惊到了 她九岁离开家 所以你没发现 她没有任何的南京口译 一丁点都没有 一点这么的 但我是九岁 因为我考到北京舞蹈学院 然后我妈妈也觉得 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然后就也挺狠心的 就让我自己去北京上学 九岁 我妈说现在想起来 都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九岁走的时候 我连扎头发 不会扎 我不会扎头发 就到这种程度 去了以后很多事情 后来就会了 但是我有一点 特别强烈的是 我就是小时候 出来的时候 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觉得就是脱离了 我妈的掌控 然后觉得自由自在的翱翔 但是越长大了以后 越发现 跟他们相聚的机会非常少 有时候一整年 都见不了一两面 所以就会更想 跟他们多一点的接触 是 然后就挺喜欢翻看我爸妈 还有我们的合照 好